大家好!Channel 香港旅遊業役後復甦不似如期 加上北上消費 打擊不是說不細 月初五一黃金周 內地旅客人數更低於政府如期 又見及此中央再增8個城市港澳自由行 對此香港特首李家超 今日出席行政會議前 再次向中央表示感謝 有關安排有多重意義 為令內地旅客感到賓至於歸 將會對這8個城市的旅客 發放200元港幣優惠券 不過內地媒體 只對內地年輕一代而言 香港的吸引力不再 一名上海九五後更直言體驗不佳 情懷不能一直當飯吃 中央在週六11日公布 再增加8個赴港澳個人遊遊城市 是三個月內 即是繼青島和西安之後 第二度新增赴港澳個人遊城市 目前加起來 已經有共59個城市可以赴港澳自由行 不過內地媒體上官新聞報導指 不爭的事實是 香港旅遊業復甦步伐不如預期 作為曾經內地民眾境外遊熱點的城市 香港對內地中青年吸引力正在下降 報導指 以往不少內地人的境外遊 就是從香港開始 按照香港的港產片指引 維多利亞港、銅鑼灣、迪士尼、油麻地警署、海洋公園 太平山頂成為幾代人的集體回憶 不過在上海有九五後的年青人 即是二十幾歲的那些年輕人 就直接說 情懷不能夠一直當飯吃 他們指年初去過一次香港 老實說 對自己這樣的內地中青年而言 香港已經很難成為境外遊的首選地 對我們這一代人來說 維多利亞港邊上的摩天大樓 沒有吸引力 認為香港是全球人口密度最高地區之一 旅遊體驗壁壁街 同等價位的住宿和餐飲 他們的舒適度並不高 這真是說得挺對的 更何況香港基層服務從業員的態度 實在一言難盡 他們更指 身邊朋友今年 赴港的原因都是出差 辦事居多 真正的純旅遊基本上是沒有的 他們說得比較簡單、直接 不過都是有一定道理 因為現在30歲以下的內地年輕人 在比較好的環境之下長大 物質比較豐富 吃的東西、見的東西比較多 對旅遊的體驗、食物的質素 以至服務來說要求比較高 從他們的角度看 在香港的旅遊資源景點體驗 應該不及日本、南韓、歐美等國家 付出的成本更高 現在的日圓五算這麼低 用更低的價錢去日本還有更好的體驗 所以香港的高樓大廈夜景、海景 當然對當時剛剛改革開放 相對比較落後的內地同胞 看來比較吸引 現在很多年輕人都出外國留學 就算沒有留學在內地讀書 現在資訊相當發達 拿著手機上社交媒體 影片有文字圖片 甚麼都有 他們很清楚外國的情況是怎樣 正式見過世面 香港這幾十年來 是有進步、有變化 不過有變化相對不大 所以競爭力是弱了些 所以未來應該要想想 如何吸引遊客 除了內地之外 應該要想想吸引外國旅客 好,這集就到此 現在想支持我 記得訂閱吧 訂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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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訂閱